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所以轮回和涅槃其实都是一样的 只是一个是觉悟一个还没觉悟 没觉悟的是轮回 觉悟的是涅槃 那么对你如果证悟佛道的人来讲 他们应远利 如果一个人证悟了 就算面临着轮回 可能会轮回 但是他们认为这是菩提 因为我知道我不能轮回 所以我才会学习菩提 就不会被众生的业力所牵引 就不会在业海当中 沉浮 所以人在业力当中 师父经常跟大家讲的 有的时候倒霉的事情来了 就像被业力牵引一样 甩都甩不掉 扭转生死 甩都甩不掉 所以要修掉人性的贪爱无名 不正见 所以一个人要念经 来转换自己的思维 来转换自己的念头 来圆满自己的功德 所以师父今天跟大家插一句 为什么叫功德圆满 很多人做了很多功德 但是不圆满呢 你知道不圆满和圆满 那是什么概念吗 你修了半天的心 举个简单例子 你一遍大悲咒 念到一半 三分之二你停掉了 这叫不圆满 你把一遍大悲咒全部念完了 这叫圆满 那你们现在知道了吗 如果功德也是这样 你如果把这件功德做得圆满了 这个能量大不大 如果你只做一半以上的功德 你说和全部做完 有头有尾 哪个更有功德啊 这就是师父跟你们讲的 好好地修掉人心的贪 不正见 看别人总是把人家往坏的地方看 念经 好好地改变自己的观念 否则死亡都不是你的终结 大家记住这句话 什么叫死亡不是你的终结 你以为死了就没事了 你死了之后 有的还要下地狱啊 有的还要惩罚呀 所以测误那就是解脱六道轮回 求观世音菩萨才能了脱生死 心灵法门 那是观世音菩萨的慈悲 那么用现代话讲 就是我们人道就是去往我们佛的路上的一个中转站 你们全部现在在中转站当中 如果你们在中转站当中 好好地考试 好好地改变 那么你们就转到了天上进入佛界 否则你们可能就转为六道轮回 有可能畜生道 有可能人道 恶鬼道 或者地狱道 就是看你现在人做得好不好 所以我们学佛人要修圆满次第 什么意思啊 做一件事情修心都要圆满它 你们看电视的时候 总希望这个电视剧的最后要圆满结束吧 如果最后结束没圆满 你们心里觉得窝囊吗 我们小的时候看电影 经过千难万险的 最后家里人找到了他了 但是后来又丢了 最后片子落在一个茫茫的草原上 不见踪影 只见母亲遥望着远方 好像看见孩子来了 这个时候荧幕上出现 他的孩子 妈妈 这么奔过来 但是母亲那时候是一种幻觉 你们这种电影看到结果 开心吗 肯定带着遗憾离开电影院的呀 所以修圆满次第 就是要修菩萨的圆满境界 就是圆满的阶层修 一层一层往上修 就是做一件事情 把它做得圆满一点 做一件好事就好到底 帮别人就帮到底 不要帮帮了就忘记了 总是有漏 这个就是不圆满 如果你能够修到圆满次第 你就一定会有波罗蜜 你的智慧般若都会生出 所以世界万物的变化离不开 成住坏空 它是生灭的一种现象 你们想一想 人生出来 住在这个世界当中 最后开始坏掉 最后死了就是空掉 没有一个人不经过 这个四个过程的 连房子都是造好了 成了 然后大家住在里面用了 然后慢慢这个房子老化了 坏了 修修补补又三年 等到最后这房子实在不能住了 拆了 拆了 那就空了 那人也是这样啊 它是一种生灭现象 它不会因为你的乐观 说哎呀人不会死的 别人都说你长命百岁 你活一百五十岁两百岁 不是因为你乐观 它就能改变的 也并不是说你今天不是学佛的人 你的命就会改变 很多人说我不学佛怎么没那么多事 一学佛怎么有这么多事情 你去问问看 你去看一看 不学佛的人是不是 事情比我们学佛的人多得多 所以要懂得理解和改变 那是学佛的真谛 人生最后 大家都是什么都得不到 永恒不会降落在人间 只有你本性的真如 修到最后 你才能得到法性充满 智慧充满 你的功德圆满 好 那么最后呢 给大家呢 讲个故事 这个故事呢 比较有意思 一般的师父跟大家讲 这个佛陀当年的故事啊 总是有佛理和哲学的意境在里面 今天跟大家讲的这个佛法故事呢 其实就是不敬观 在佛教的禅观里面 因为佛教里面有个叫禅观 禅观 就是用禅学智慧来观想观看 禅观里面 它有一个修持的重要方法 那么叫武庭心观 武庭 停下来再停 武庭心观 其实这个武庭心观 就是控制你的意念 不要乱想 有一个叫不敬观 就是看什么人 不要有这种男女的欲望 因为人是不干净 看来会恶心 还有一个慈悲观 看别人很可怜 还有个因缘观 或者还有一个念佛观 还有属膝观 就是属自己呼吸一呼一吸的观 以后跟你们一个个讲 今天呢 跟你们讲这个故事呢 讲的是不敬观 实际上不敬观和属膝观呢 就是呼吸呼吸 自己感觉到呼啊吸 就是一二三四 这个时候你脑子就干净了 你就不会去想那些男女之事啊 那些欲望了 不禁观 你就看到这个人身上很脏的 那么这个实际上 在佛法界叫二干露门 两个干露门 干露就是观身 不是干露水啊 就是让你脑子变得干净 让你的思维变得干净的 这个门 法门 那么观身不敬 就是十年柱之一 我上次跟你们说过十年柱 如果你们还要听 我下次跟大家再讲 不敬观是通过 观想自己的身体 和别人的身体的种种污秽 不敬就是不干净的现象 来消除自身 对欲望的贪恋 就是对自贪欲的关键方法 所以很多法师 要让他们灭除心中的欲望 就要属习观 还有不禁观 你们想想 一个男人一个女人 只要是人都脏啊 每个孔都流出很多的脏的东西 实际上这就不禁 就是人不干净 所以佛教的禅门 一个非常重要的修持法门 就是不敬观 那么这里面引出一个 佛陀当年2500年的故事 非常有意思 师父跟大家讲一讲 那么佛陀十大弟子之一 阿难尊者 阿难尊者 那个阿难长得非常的端正 用现在画家很英俊 一个男的 具庄严之下 虽然梯度了 但是他具有三十像 你看佛陀有三十二像 但是据说阿难有三十像 也就是有三十种佛像 有一次举行法会 那佛陀就带着许多弟子去受供 大家记住受供就是接受供养 这个时候阿难尊者没跟上 走得慢了 于是佛陀他们就走远了 阿难尊者自己就单独 拖了一个波 就拿了一个碗 一路往西走 结果走很久来到了一个部落 他的波还是空的 没有得到供养 阿难尊又热又饿又渴 天哪真的是非常热 而且嘴巴非常干 刚好他走到前面有一口鼓井 一位女子正在那打水 阿难尊者就走到了井边 这位女子抬起头 看见这位出家人 眼睛一亮 心中发出赞叹 哎呀 多么庄严的比丘啊 没说出来 心中想着赞叹 这位女子的名叫摩登加女 他一看到阿难 心中生起强烈的爱念 非常爱他 所以他高兴地将水 马上倒入阿难的泊中 并灯大着大眼 注视着阿难 就盯着他看 直到阿难走开 离开 这个摩登加女呢 一回到家 开心得不得了 就要求母亲设法 让他拥有阿难 母亲呢 知道 比丘那是神圣不可 侵犯的 不能去爱法师了 女儿这种爱恋之心 根本不可能实现 可是女儿 死求活求 一心只爱这位比丘 母亲爱女心切 只好想办法去成全她 他请了一位 会念咒语的 符咒的人来 因为我们 现在话讲 可能就是个巫师 他用邪术 迷影阿难 就是因为过去有一种邪术 就是他念这些咒语之后 他就可以用意念 引着这位被符咒 上升的人 跟着他的意念 迷迷糊糊的往前走 其实用现在话讲 就是像遥控了 你看现在遥控的飞机啊 就是遥控了 这个时候呢 阿难呢 迷迷糊糊一步一步 身不由己的 就离开了佛陀 天亮了 天要刚刚亮 佛陀要讲经的时候 突然发现 阿难不见了 佛知道阿难已经受难了 赶紧派遣文殊菩萨 到摩登家女的家中附近 去找回阿难 佛陀知道阿难在这附近 马上叫文殊菩萨去找回阿难 并且叫所有的比丘 全心一意的持人言咒 这个时候阿难正在 摩登家女的房间里 在即将破戒的时候 就刚刚可能会破戒的时候 突然阿难清醒过来 马上离开了摩登家女 跑回佛陀的修行地 这个时候摩登家女 阿难突然 站起身 离她而去 心中非常的难过 因为她很爱她 就一路的狂奔追赶 一直追到佛陀面前 扑通一下跪在佛的面前 就说 请求佛陀成全我 佛说 这位摩登家女 你真的很爱阿难吗 摩登家女说 师父 我真的很爱她 我很爱她 这时候阿难正在房间里面 洗澡 刚刚洗完 佛就叫人把阿难的 洗澡的水 一个盆端出来 就问她 继续问这个摩登家女 你真的爱阿难吗 绝不后悔哦 你爱阿难哪里啊 这女的说 我爱阿难全身我都爱 佛说 你既然那么爱阿难 这盆水呢 是阿难刚刚洗澡的水 你把它喝下去吧 摩登家女 吓了一跳 佛呀 你是大慈悲者呀 这么脏的水 为何叫我喝呢 佛说 每个人的身体 原来都是这么脏的呀 现在阿难健康时 你已经嫌她脏了 那她将来老死 败坏时 败坏就是身体以后会坏掉的时候 那你又将做如何想呢 你又会怎么做呢 摩登家女听了佛的话 忽然之间 她能够观察人身上的不净 就是不干净 她能想到和看到 好像看到人身体上的不干净 她怎么也爱不起来了 她想原来阿难的身体 怎么一看这么脏啊 那还有什么可以爱的 从此她的爱念 贪念全部消除了 顿然开悟 证悟出国 这就是不静观 所以不静观能对峙你的贪心 唯有你做不静观 若能善用不静观 你对人间的红尘的那些染拙和爱欲 就会消灭 所以学佛人 每一个佛的教会 都要好好地记在心中 让我们懂得 真实不变的佛理 长久住世 住在我们的心中 让我们心中有佛的道场 能够抵御红尘中的烦恼 所以希望大家 好好地去修心学博 去观自己 能够懂得 人是会改变的 但是改变是痛苦的 犹如莲花必须改变 因为我们一定要学会 空无下无愿 这才能超脱六道 去到佛道 好 今天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好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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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ancun 谢谢大家